单击新建文件按钮 单击确定生成新建文件 单击前世纪正面 单击草头绘制按钮 进入草头绘制状态 绘制草头 首先绘制竖直方向中心线 屏幕中在屏幕左侧绘制圆 圆的直径是20 圆心到中心线的距离是80 再绘制直线 通过剪裁工具 剪裁直线 将直线的距离标注为10 单击特征的旋转按钮 去屏幕中的确准数值 单击写定 旋转特征将生成 单击上式进入面 选择草头绘制按钮 绘制草头 绘制圆 通过尺寸标注来定义尺寸 单击拉伸按钮 单击拉伸按钮 设置拉伸的重置条件为给定深度 距离为50毫米 单击确定生成涂胎拉伸特征 入图锁式 单击圆角按钮 选择 选择要进行圆角操作面 将圆角半径设为2毫米 通过预览可观察生成圆角的效果 单击确定生成圆角 单击卡入参考几个体 基准轴按钮 选择内圆画面 将生成以基准轴 单击确定按钮 单击上式基准面 单击草头绘制按钮 绘制草头 绘制圆形草头 圆形尺寸为30 圆形尺寸为30 通过尺寸定义为30 单击特征的拉伸按钮 选择两侧对称 距离选择15毫米 将生成拉伸预览 单击确定生成拉伸态征 单击上式基准面 进入草头绘制状态 绘制草头 绘制中心线 绘制圆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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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镜像按钮,要镜像的实体,选择斜质线,镜像点选择数字中心线,并通过裁切工具,裁切 单击镜像按钮,镜像斜质线,镜像点选择中心线 单击特征工具篮中的金按钮,设置金的厚度为五,选择的实体为中心拉伸的圆形,单击确定生成金 单击圆角按钮,设置圆角半径为以选择绘图区中的四条边线 单击确定按钮,生成四条圆角 单击卡入参考几何体,基准轴 选择圆柱面 单击特征菜单中的圆轴阵列,在旋转轴中选择建立的参考基准轴,在阵列的特征中选择刚建立的金与圆角,设置等间距 实力数设置为五,单击确定按钮,生成圆轴阵列特征 单击像是基准面,进入草图绘制 按空格键,单击正式于进入草图绘制 绘制直径为15的圆 绘制一个圆通过尺寸标注 定义尺寸值为15 单击特征工具栏中的拉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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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等距 设置为7.5毫米 给定深度设置为50毫米 通过反向按钮可以选择方向 单击确定按钮 完成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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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уд analytics onton 统筹工具栏中的拉伸 或者那额粉 进入数均价